一人应彩儿与丈夫陈小春自结婚以来一直恩爱 应彩儿与陈小春结婚11年 婚后育有两子Jasper和HoHo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而应彩儿和陈小春结婚至今仍能保持恩爱 最近应彩儿参与内地综艺节目 听姐说 不时趁机吐槽老公 在新一集节目中 应彩儿称曾被对方直指年轻时认识会受不了 他大方表示认同并公开原因 成功令全场爆笑 应彩儿与陈小春的性格大为不同 他直到纸丈夫长得一副臭脸 就连第一次与应彩儿的父母吃饭 也穿着一副看似心情不好的脸 应彩儿更爆不了 指以前二人逛街时被影迷认出陈小春 起料当对方问可否合照时 陈小春却回答干嘛 为什么 让他尴尬地邀请影迷合照打圆场 因为性格的不同 陈小春曾坦言如果年轻时遇到英彩儿会受不了 对此英彩儿认为丈夫说的很有道理 更趁机吐槽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我还是个孩子子 摆名车马取笑丈夫比他年长15年 令全场观众不禁拍手大笑 不过英彩儿也到报表示 只要有一天我还在吐槽陈小春 那就代表我们的感情还在热火朝天 节目播出后 自爆经营婚姻的秘诀在于 自我感动 英彩儿将有关片段上载至微博 还留言 我说的是真的 真话真话不少网民则留言 实力秀恩爱 羡慕羡慕 英彩儿是山鸡哥最大的黑粉了吧 很看好的一对 一直幸福下去吧